Hello,大家好,又來到熱唱談賽馬的時間 時間不多,就快點說 第二個場次介紹的就是第一場賽事 第一場賽事就看排名 其實大葉和池的兩隻是較為好一點 升降大士用感力勝 但是由於這場馬有隻攬球鑽石在 一隻一千千二馬拉上一六五零 步速必定會快 相信沈南不會留得住這隻馬 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場賽事出現了少少變數 因為我覺得升降大士和金力勝 在現時為止不會有超過一六五零米的氣量 如果你要在快步速貫注到 並不是那麼簡單 所以這場馬在假設是快步速 是偏快步速或者是勁快步速的場次之下 我選一隻氣量有證明的馬 就是天賦自保 天賦自保這隻馬一向是要穀草1650 其實我一向都覺得很短 穀草1,800我較為喜歡這隻馬 上場田草1,400其實是跑得很好 當然它是有快步速幫手 但田太太的產上來 這隻馬好像是回來了少少的 這隻天賦自保 嚴短1,400但在快步速幫助之下 追到上來一個第三至第三 這隻馬上季仍在37分贏馬 現在已經輾轉到21分 今季季初34分 現在21分 其實平分已經是好處 還有能力的馬平分好處 今次回到谷草一向是強行十當 不會太擔心 因為快步速 應該馬群會很散 應該會搜到二疊三 二疊 希望他搜到 但氣勢回來了 我覺得天賦自保值得做一個冷膽 我會拖四隻配腳 這場剛才說的兩隻星光大師今 升都要回來了 因為始終排檔好 可以省少少位 補少少氣量 另外兩隻馬有少少冷 一隻就是508 這隻馬我猴了很久 今次排檔一檔由田草轉到谷草 以及有很多配備變化 不要錯過這些馬 隨時爆你一幕 上部帳王上次已經走勢開始近 田草千六開始近 以及今次回到谷草 搏去再有少少進步之下 可以買 上次是轉救初出獲利市開始近 今次可以搏一搏 維達繼續 所以今上的投注策略就是這樣的 首先天賦至寶獨人40元 天賦至寶拖過四隻配腳 是10元年來 維治Q天賦至寶拖過四隻腳 是30元 總投注策略就是200元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來到我的netchang 頻道 youtube頻道 subscribe或者訂閱 去支持一下我 多謝你們 下集再見 拜拜